NuGins直播公开受到hype气压内幕 再次引发粉丝大战 而一名自称是Bickhead前公关危机管理总监 也借此热度揭露hype毫无职业道德的过往 开明前总监表示过去BTS想要闯美 在美国首次亮相期间 他与美国公关机构员工进行了简短的视讯通话 替BTS美国行规划公关 这也是当时唯一一家看到BTS潜力的公司 因此前总监十分感激 但自从BTS在美国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后 hype就开始闲东闲西 借机结束与公关机构合作 会议期间前总监被问到 hype和房石鹤怎么回事 前总监认为hype不只感恩 被成功蒙蔽双眼 hype最终会走向失败 这个爆料也引发网友热议 by bwd6